练武热身关节翅油分 哈喽大家好我是徐小霞 今天和大家分享五个练武前的热身技巧 大家记得点赞收藏 首先是公布压腿 两条腿分开到合适的位置 左股布压腿 注意大腿和地面尽量是平的 然后膝盖一定要注意不要超过脚尖 超过脚尖会伤膝盖的 然后后腿后腿都直 双手抱拳或者背到后面都可以 然后上下来颤抖压腿热身 顾顾压腿推 双脚打开合适的距离 脚尖向前然后下蹲 蹲下的过程一定要注意 脚尖尽量向前 然后脚是完全推在肩面上的 弯曲的膝盖要尽量往外去摆 另一条腿要伸直 达到拉伸的效果 之后用你的双手去动你的脚尖 然后往下压 压肩动作注意事项 双脚打开 比肩宽 然后把手拉在墙上 身体下沉往下压肩 压的过程中要注意这里是他腰 如果你把腰这样弓上去就不正确了 压完肩之后往后轮胳膊 左右胳膊各轮八圈 踢腿动作注意周胯 勾脚下 正踢 色踢 礼盒 外摆 单拍脚 这些动作都是基本功的部分 热身前一定都要先踢一遍 进行练习一下 轮胳膊 进一步把肩膀活动开 这个动作也是基本功 乌龙拍打里面的一部分 下面教学开始 胳膊伸直 一 二 三 四 然后加快速度连起来 今天的热身教学就到此结束了 还在等什么呢 快练起来吧